当地时间,2018年12月1日,法国巴黎,为抗议政府上调燃油水,黄飞新运动在法国组织第三次示威游行,警察和示威者发声对峙,导致著名的凯旋门青形网场与香榭绿社大街发生骚乱,场面一度失控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 据报道,示威者冲破警方封锁线,堆路障,放火,更有甚者挥动铁锤砸紧车,欲与警方对峙到底。图片署名,东方IC,本次示威比一周前的示威更具暴力,目前已造成百余人受伤,超过两百人被捕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另外,黄飞新当天也在其他法国各大城市,组织了相当规模的示威活动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过去两周多以来,抗议人士开始在法国各地集结,通过堵塞交通,上街示威等方式,就由下飙升等民生问题举行抗议活动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大批示威者,一度控制了巴黎市中心的凯旋门,并在那里聚集。 警方在凯旋门与示威者对峙,示威者试图从凯旋门进入香榭利社大街,并与警方发生冲突,找到警方用催泪瓦斯和水泡驱散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凯旋门弥漫着催泪瓦斯的白色烟雾,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杂物的黑色浓烟,也在多个地方深腾。 刺鼻的味道令人感到很不适,不少示威者戴着口罩或防毒面具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警方把凯旋门周边道路几乎全部封锁,进出凯旋门区域,要接受警方检查。 香榭利社大街的方向戒备最为森严,警方在大街的入口处,停放了很多辆警车,事实上将香榭利社大街与凯旋门隔绝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不仅香榭利社大街没有游客,店铺基本全部停业,凯旋门附近街区也大都只有示威者,警察和救援人员在活动,有几家餐馆和杂货店仍在营业。 但店铺伙计神情紧张,不少店铺门窗被砸毁,物品被盗抢,很多车辆被烧毁,交通信号设施被拆毁,一些公交车站也被严重损坏。 示威者与警方对峙的区域更是一片狼藉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 入夜后,警方重新控制了凯旋门,并逐步将示威者,从周边区域驱离。 凯旋门上留下了多处被示威者涂鸦的痕迹,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,在凯旋门上涂鸦的行为不可容忍。 根据法国内政部的统计,当天全法范围内有期,五万人参加示威。 巴黎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,法国总理菲利普,透露在乡谢利社大街,附近,的激进示威者有1500人左右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